争取连任的先议员候选人谢国荣 5号一早是来到了花莲市的综合市场进行拜票 在进选团队的陪同之下 一一的向乡亲们来啃托 在这个月的26号能够支持谢国荣 让他继续为大家服务 共创花莲美好的愿景 第一选去先议员候选人9号谢国荣 5号一早则是来到花莲市综合市场来进行扫街拜票 包括市场主委、先议员谢国荣团队 市民代表谢宇宣和支持者 配同来扫街 谢国荣表示花莲市综合市场临近即将开幕的节系爱美酒店 可以说是花莲市的市中心 综合市场是最早开发的地方 也带动地方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好的地方 这次来寻求连任继续为地方做事 11月26号票投9号谢国荣让他为大家做事 今天来到综合市场来拜票 跟国日党的参选人娃娃、呦呦 还有我们副主委跟我们总監事 来陪同来到综合市场拜票 也这次的选情比较危急 希望说各位乡亲们拜托拜托 我们今天来到综合市场 各位乡亲在攤湾这边拜票 最主要是我们这个金三角的精华棋盒 综合市场在我们最繁荣的地方 所以今天来跟所有的乡亲跟摊湾们拜托 就希望争取我这次的连任 也希望说票也投给娃娃与国市投的代表 也感谢我们这个副主委跟我们总監事来陪同 谢谢各位拜托各位 谢国也紧握着乡亲们的手 就是要一向乡亲进行肯托 就像谢国人表示 这次有相当多人来参选 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可请大家这次承喜它 来为华临市民服务 谢国荣 冬蒜 谢国荣 冬蒜 谢国荣 冬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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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Join 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